通过算计课的学习 我们大家见识了中语课之物独特的原理美丽 此刻植物种类繁多 今天我们有必要继续来学习这类树木 首先来认识一下鱼尾葵 鱼尾葵是中语科鱼尾葵属代表种类 因其椰片的小莲片形如鱼尾而得名 其形态特征 鱼尾葵长绿桥木 金铝色被白色的棧状绒毛 具有环状椰痕 大型二回语状服役 全礼 椰长三到四礼 右叶尽格子 老叶后格子 小叶的上部有不规则的 此状缺刻 先端下垂 苦似鱼尾 因此得名 鱼尾葵瓷雄童株 花单性 肉碎花絮从爷爷间抽身 举多数碎状分支花絮 全场可达三米 仙端飘摇而下垂 花三朵巨生 此花在于两朵雄花之间 黄色 果实球形 熟识红色 花期五到七月 果期八到十一月 请注意观察鱼尾葵树枝形态 吃叶花果特征 生态学习性 鱼尾葵洗温暖时温气后 洗疏霜肥沃富含富质值值的中性土壤 不赖眼镜 也不赖强酸土壤 不赖钢旱极薄 不赖水牢 不赖寒 约度温度要在十十十度以上 赖阴性强 即强光暴晒 大家来看一看 鱼尾葵造景的 优雅效果 在原来应用中 鱼尾葵树形美丽 野形奇特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来因性强 在别方常着 珍奇观赏植物 用来布置美化 公众听堂 管色 可以通过控制肥水 和摘入小盆的办法 来移植其植树生长 供家庭观赏 南方普遍应用 则圆灵驴化 观赏树种 云造若带风情 绿状椰片 可作切叶 配切花 小提示 鱼尾葵根茎可如药 富含淀粉 鞭材坚硬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注意 其果实有毒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认识到短碎鱼尾葵 与之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请大家一起来注意 短碎鱼尾葵 是中鱼科 鱼尾葵俗代表受众 其植物形态特征 长鱼重生挂木 花小桥木 金铝色 表面被微白色的 沾状绒毛 二回大型鱼状服液 长三到四米 用叶片胶薄 老爷进一格子 小叶铝片成血型 小叶仙端成不规则的 瓷瓷状 扯延伸成尾间 形状极是鱼尾 因此得名 叶饼被 活核色的沾状绒毛 叶翘边缘具 网状的中黑色纤维 花丹性 淡黄绿色 雌雄铜珠 具迷极碎状分支花絮 花絮短黯 果球形 熟食紫红色 花期四到六月 果期八到十一月 请注意观察一下 短碎鱼尾葵的树形 鱼片 及花果特征 短碎鱼尾葵生态学习性 短碎鱼尾葵 喜光 依赖阴 喜温暖环境 也具有娇强的奈寒力 是中玉科若带植物中 较来含的树种之一 原理引用 短碎鱼尾葵 植树静感挺直 重生生长 树形风拔 且富有层次感 叶翩翠绿 花色黄绿 红果如圆珠成串 观赏价值极高 适合栽培于公园 庭院中观赏 也可盆栽着石类装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短碎鱼尾葵 原地点直的优雅景观 今天我们学习了第三种 中玉科树木 丝葵 因其野里一片边缘 有许多下垂状的 灰白色丝状纤维而得名 即向老人乏须 故又称老人葵 丝葵是中玉科 丝葵树代表树种 其植物形态特征 长蕾大桥木 树干肌部通常不庞大 圆柱状 顶端稍细 被覆盖许多下垂的枯叶 野肌迷急 不规则 去掉熟成叶柄 可见树干成灰色 有明显的纵向裂纹 和不太明显的环状野痕 也圆扇形 长状中立 分裂至中破后 线端在二里 裂片边缘及分裂时间 许多灰白色的丝状纤维 线端下垂 也比绿色 尽下部边缘有刺 花絮大型 工装下垂 多分支 两性花 花肌腹五根 米白色 和果 软球型 熟食亮黑色 花期六到八月 这里是 丝葵的树形 叶柄俗存的情况 以及 椰花果的特征 请大家特别注意 留意观察 丝葵的生特学习性 丝葵洗光 许食润 暖热的环境 奶寒 奶汗 抗风 在温暖食润 土层深厚 输送到酸性土壤中 生长良好 原理应用 丝葵植株高大 挺拔 树冠层次优美 颜色葱驴 生长迅速 是海滨风景 城市绿化 旅游景地 亚热带刚旱地区 优良的 园林渐园 观赏树种 在这里我们展示了 丝葵裙子 虫子景观效果 小提示 丝葵椰片可用于 编织工艺品 建筑简易房屋 果实和顶牙 可供实用 同学们 我们接下来来认识一下 三味葵 三味葵是中语科 三味葵俗代表树种 其形态特征 长绿重生挂木 肌部约膨大 也羽片全粒 平盏而烧下垂 羽片黄绿色 表面有蜡子白粉 披针形 先端长尾状剑尖 并具有不等长的短耳粒 先端的铝片 剑短 并分三下垂 叶柄 即 叶肘 光滑 黄绿色 扇面具勾草 叶翘 长 而愈为膨大 通常黄绿色 初时被拿着白粉 有纵向勾吻 持绒同株 圆椎花续生于椰窍之下 具有二至三次分子 花小 金黄色 螺旋状着生于小碎族上 果实 也为陀螺形 或稻卵形 鲜石土黄色 干石紫黑色 花期五月 果期八月 大家观察一下 三味葵的树形 树干 枝叶 花果特征 生态学习性 三味葵为褶带植物 信息温暖时润 半阴 且通风良好的环境 耐寒性不强 耐阴性强 实以疏松 排水良好 肥沃的土壤 原理应用 三味葵体型小 体态美 耐阴性好 有胶强的 消除有毒气体的能力 适合做中小型盆栽 家养观察 在柔带地区 枝叶茂名 四季长青 树形优美 常栽主于草地 树荫 石边 窄棚 则园林驴化观赏树种 别方地区 主要有公共场所 或者家养高档盆栽 观业植物 大家来欣赏一下 三味葵配置门前 链植造景 盆栽观赏 都显示出体态优美 引人注目 小提示 三味葵的椰窍纤维 是良药 这节课 我们学下最后一种树目 是红椰子 红椰子 别名口红中 新红椰子 始终预科 红椰子树代表树种 其形态特征 长旅重生挂木 细长无刺 鱼状腹叶 公状全裂 链片二十五到三十对 现形 尾部锐尖 仙刀二链 表面深铝色 背面灰铝色 叶柄粗壮 链翘与叶柄 兜成星红色 花丹性 雌雄铜珠 肉水花絮 圆锥状分枝 有两个已脱落的浮眼包 浮眼包肌部飞红 雄花聚生于分枝上部 雌花散生于下部 坚果倒乱形 怀进球形 这里来看一看 红椰子的叶柄 椰窍新红色 静感有节 等特征非常明显 其生态学特征 红椰子洗光灶充足 高温高湿的生长环境 不耐寒 不耐汗 我国南方地区 如海南等地 生长很良好 原理引用 红椰子素质优美 叶柄 及叶翘成星红色 美丽异常 是以虫子于建筑屋前 或草坪泥地上 为若带地区 极为特殊的观赏植物 由于生长条件 要求严苛 难以在更广的地区 陆地栽培 可盆栽装饰环境 观赏价值极高 来大家来看一看 红椰子片子 虫子 点植配径 都表现不俗 引人 柱竹观赏 这节课我们讲到这里 请大家课后延伸学习 一 复习强化课堂学习数种 特别注意总结一下 鱼尾葵和短碎鱼尾葵的区别 第二 拓展学习 查阅相关资料 总结中日语科植物的 原理应用价值 优势体现所在 好了 感谢大家的认真参与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